平壤在送交英國政府的一封外交信函中表示 北韓任命了一位職業外交官擔任外相 前北韓副外相李勇浩曾經在核財軍談判當中 擔任北韓方面的首席代表 包括上世紀90年代和美國的談判 他還曾經擔任北韓駐英國大使 有些分析人士認為平壤任命李勇浩擔任外相 可能是為了恢復北韓和其他國家的外交關係 今年一月北韓進行核試驗 並在一個月後發射遠程火箭 這個舉動激怒了國際社會 平壤的外交信函中沒有提及李勇浩前任李朱鎔的情況 但南韓情報機構曾經表示 據說李朱鎔晉升為北韓執政黨勞動黨中央國際部副部長 對司令 李勇浩擔任我 感谢观看